有一位人物他在壁制改革上自有一套体系 所以常有人说他是错生了时代的理想主义者 他就是王莽 让我们掌声有请国宝登场 一刀平五千与新莽年代制造 因其前文一刀平五千得名 这枚刀壁分为环柄和刀身两部分 环柄为一方孔圆钱 采用了黄金欠错工艺 故又称为金错刀 这枚刀壁的造型独具韵味 不同于春秋战国时代刀壁形制 透露出秀美气息 它是中国钱币史中唯一的错金钱币 堪称镶嵌币的鼻祖 此前制作精美是古钱币的艺术珍品 且出土和传世不多 因此在中国钱币铸造史上占有特殊的地位 公商银行创办的这家上海银行博物馆里 就展出了大量的古代钱币 其中就有一枚王莽时代的 一刀平五千 请听题 这枚方孔原钱和刀身合二为一的铜币 是王莽时代发行的多种新型货币之一 请问下例有关这枚铜币 一刀平五千和王莽壁制改革的描述 错误的是哪个选项 A 一刀平五千的含义是 一枚刀壁价值等于五千文铜钱 其中平即值 B 铜钱制作精良 因一刀两字采用错精工艺 使用了贵金属 所以铜币实际价值确实值五千文铜钱 C 王莽先后进行了四次壁制改革 发行的货币品类繁多 D 由于不符合经济发展规律 激化了社会矛盾 壁制改革最终失败 它错就是错在了最后一句话 确实值五千文铜钱 这个是不对的 因为我们都知道 王莽的四次壁制的改革 它最后就是导致了通货膨胀 然后经济这个发展规律 激化了一个社会矛盾 所以就是因为钱的价值 和它的这个钱币是不等值的 所以我就很确定选了B 那到底正确答案是哪个选项呢 本题正确选项是B 共有十三位选手回答正确 虽然也用了错金工艺 原料也用的是贵金属 但确实它完全达不到实际价值 与五千文铜钱相等 所以正确选项就应该选择B 关于王莽 大家有什么样很直观的一个感受 在我的印象里呢 王莽是一个跨越了时代局限性的人 他改革的一些方式呢 通过几千年之后也发现 的确有它的道理 但是并不符合那个时代 游标卡尺 我第一次见到这个器物的时候 就是以为穿越了 惊呆了是不是 对啊 这和现在基本上是一模一样的 对 除了材质 人家是青铜 我们是混合材料 关键后面也没有出现的 别无二致 对 首先我告诉大家 因为它进行四次比资改革 第一 就推出大钱了的话 大抢五十 七到五百 一道平五千 是中国历史上 首次也是唯一的 在流通货币里面 错筋的 它筑的这么一把刀 当开始没有一刀两个字 平五千筑好了 再签错工艺 签上去一刀两个字 王莽筑琴啊 堪称一绝 金错刀壁 就因为形态奇异造型精美 使得后来的文人雅 是为此留下了很多的诗词家具 像东汉的张衡就曾写过 美人赠我金错刀 何以报之 英穷瑶 唐朝的李白也写下了 一诺许他人 千金双错刀 可以说金错刀的名贵与古雅 也使他成为了后世人眼中 财富的象征